好,這是22吋螢幕 六期電腦的螢幕 那它的耗電量 大概是12V 那如果是黑屏的狀況 大概剩下1W多 正常的耗電量大概在12W 那當它進入螢幕保護模式的時候 它的整個耗電量會降下來 好,現在螢幕慢慢的變黑了 那我們再來看它的耗電量 18W,14W 0W 當整個螢幕洗下來的時候 它耗電量幾乎是0 所以螢幕 保護模式最好省電方式就是把它關成黑屏 這時候幾乎 不發太多的電力 現在接上的是17吋的螢幕 這一台 也就是我四期 電腦 新北市四期電腦的螢幕 這時候 這時候耗電量大家可以看得到 當我們在開機的狀態下 它的耗電量大概在20幾W 22W左右 那我電腦正在開機 電腦正在開機 它整個耗電量 它整個耗電量是在22W 現在電腦開完機 我們來看一下 這顆螢幕的耗電量 大概是四年前 四到五年前的螢幕 它耗電量是22W 它的螢幕大小是17吋 接下來我們拿到的是 展示的是 一樣是我們四期電腦 當內容管理器的電腦 這一台 是所謂傳統的電腦主機 非常大 非常大 那我們一樣把它接到 我們的電源技術器上 那目前看到的是 關機的狀態 所以它是沒有 用電的狀態 那我們接下來 把開關按下去 開關亮 看得到 開機的耗電量 從100W左右 開始跑 降到80 那我們電腦現在正在開機 好 目前我們電腦正常開起來了 這已經要到登入的畫面 那我們的耗電量 大概在50幾 55以下 50到55之間 這是傳統主機的耗電量 有時候會往上跑一下 應該是 CPU正在耗電 那正常 待機或者是 沒有特別loading 特別重的狀態下 應該在50左右 現在看到又 有時候會跳到90幾 80幾 那表示 即使是你看到的登入畫面 電腦怎麼樣 還在背景中有重要工作在walk 從50幾 有時候60幾 50幾 現在60幾 Windows雖然把桌面給你 但是事實上 它後面的loading 並沒有降下來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說 這一台傳統主機 它的平常待機的時候 正常工作的時候 它的耗電量應該在 50幾左右 52左右 那我現在特別找一台 我們試騎主任的 L480的這批電腦 它的機器型號是 L480 那把電源接在我們的 測試 耗電量的 技術器上面 我們開機 看得到現在的瓦數是在 40幾瓦 50瓦左右 從50瓦慢慢降到 51 開機的時候是51瓦 50瓦 降到40 35 37 36 那我們一樣等 電腦開機出來 目前電腦正在開機 畫面 看到無邦兔 看到無邦兔的畫面 目前在38 35 左右 那我們的電腦 好 現在已經完全開起來了 那我們來看看 這顆17 噸的螢幕耗電還是在22瓦 左右 那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這一台L480的 電腦耗電在32瓦左右 平常正常的狀況下 32 33左右 接下來我來測的是我們六期電腦 L4620 這台電腦 開機 的耗電量 和正常運作的時候的耗電量 那目前 我們電腦是在關機狀態 電源燈是沒有亮 那現在它的耗電量 是0瓦 當我們把 電源開起來 好 燈亮 這樣 那這個時候 你看得到 它的瓦數 大概在30幾瓦 不會超過40瓦 那隨著開機的過程 在20幾瓦到30幾瓦之間 現在整個畫面開起來了 電腦正在運作中 回到了桌面 它的瓦數 如果你沒有做其他特別事 它的耗電量幾乎在20瓦左右 19 20 20 21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開啟一個Write 看看 假設我們在有運作的時候 它可能 它的耗電量會跑到30瓦左右 好 我們Write開起來 這個耗電量 這時候耗電量 當開完之後 它又回到20瓦 所以在 一般來說 這一台機器 它平常耐機的耗電量 大概是20瓦 20瓦 那如果有開其他程式的時候 那瓦數會往上升 好 接下來我們 展示的是 目前正在開發的 所謂的千元主機這一塊 那我們使用的是 所謂的 明片型的主機 那目前還沒有接上電源 所以它耗電量是0 當我們把它接上電源之後 好 我們把它接上電源了 看得到紅燈亮起來了 那這時候耗電量是多少 5瓦 4瓦到5瓦 現在正在開機中 現在正在開機中 看得到我們的開機畫面 那耗電量呢 5瓦 5瓦 那我們會 將會在這個系統上面 執行Android的系統 或者是Linux的系統 那目前我們放的系統是Android的系統 這樣開起來了 這是Android的系統 4.4 那看得到目前 跑起來 它的耗電量呢 4瓦 這是我們未來即將推動的 取代個人做機的 環保、節約能源 又節省支援的 所謂的明片型主機 它的成本都在 一兩千元左右 跟傳統的主機 動輒幾萬 會差別很大 甚至 這個的成本 會比空不可更便宜 那先以後我們會把它加上機殼 外殼 變成一個漂亮的一個小型主機 將來的主機就幾乎不佔空間 耗電量也是只有 看得到 低於5瓦 低於5瓦